地瓜热量每100克约86大卡 比等重的白饭热量少了三分之一哦 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是的 今天我们来做健康低卡的地瓜蛋挞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地瓜蛋挞不需要面粉 就可以做出美味蛋挞 想知道怎么做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哦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地瓜也叫番薯 鸡蛋豆奶或牛奶 地瓜去皮切片 切薄片比较容易蒸熟哦 地瓜送入蒸炉蒸熟 我这里蒸20分钟 地瓜蒸熟了 地瓜压碎成泥 加燕麦抓匀 是的 燕麦就是这个无面粉蛋挞的秘诀了 我是加了大概三汤匙的燕麦 大家可以自己调整 能够抓成形就可以了 地瓜放在蛋挞杯捏成形 鸡蛋糊 逐温 酱油 OK 地瓜营养丰富 是摄取膳食纤维 脂化素很好的管道 蛋白质含量不低 且几乎不含脂肪 红薯虽然营养丰富 但是它不仅不会引起发胖 相反 它有减肥 通便和拍毒的作用 金黄色地瓜很漂亮哦 送入烤箱160度烤10分钟 烤好的地瓜蛋炭皮先放一旁备用 鸡蛋打入碗内 倒入100毫升的豆奶或牛奶 加一汤匙糖 喜欢吃软一点的朋友 可以自己调整分量哦 搅拌均匀 蛋液过筛 倒入九成满的蛋液 看了就很有食欲哦 送入烤箱170度烤18分钟 看着烤蛋炭的过程好疗愈哦 我是跟着食谱的时间来烤 发觉烤出来的鸡蛋过熟了 所以建议大家记得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温度调整 蛋炭烤得肥嘟嘟的好可爱哦 刚刚烤好的蛋炭还是鼓鼓的哈哈 地瓜蛋炭出炉了 好漂亮哦 吃红薯对身体的很多方面都有好处 在减肥方面同样如此 很多人觉得常吃红薯一定会发胖 其实恰恰相反 红薯也是一种很理想的减肥食品 相比之下它的热量仅仅是您爱吃的大米饭的三分之一 而且其中富含膳食纤维和果胶物质 在阻止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的作用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要关注了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对了 如果您再寻找早餐食谱 欢迎到我的早餐系列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108个早餐食谱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新食谱哦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